艺人邱泽跟张荣荣今天出席代言活动 邱泽被问到在偶像剧跟赖亚岩有场床戏 非问你有糖盐会不会吃醋 邱泽表示都是为了工作 而张荣荣对于月底上映的新片则是信心满满 一身纯白西装 艺人邱泽化身白马王子替民众护法 日前在偶像剧中 一场和赖亚岩的床戏 赖亚岩整个人都趴在邱泽身上 看着粉丝舍脸红心跳 邱泽似乎不怕 或是因为合作偶像剧 而传出绯闻的唐烟会吃醋 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工作 不管戏剧上怎么样呈现 它还是工作的一部分 那不管到哪个程度都没有人会生气 表示这一切都是工作 任何人都不会生气 似乎也默认了这段绯闻 才刚获台北电影节 影后头衔的张荣荣 穿成一袭粉红蕾丝小礼服 烂力献身 为了拍戏 经常变换头发造型的他 还因此伤到了头皮 有一年曾经被染头发加挑头发 差不多有十几次 然后到后面头皮整个红掉坏掉 而且掉头发 张荣荣新片预计月底上映 在电影中 张荣荣饰演一位 梦想成为舞蹈家的女孩 为了符合剧中角色 还特别跟专业的舞蹈老师 苦怜跳舞技巧 能否再创新一人妻破译佳绩 就看粉丝捧不捧场了 邮件TV红彩亭李文浩台北报道